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了,十万个为什么,开始啦! 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?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佳节,中秋节。 多了一家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。 月饼象征团圆,是中秋的必备食品, 而中秋吃月饼的习俗,据说是由圆末流传下来的。 相传元朝时,中元广大人民不甘受蒙古人的残酷统治, 纷纷起义抗援。 朱元璋欲联合反抗力量,但元官兵搜查严密,苦于无从传递消息。 所以,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,命王兆光制造饼子, 将写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, 再使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, 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, 因而一举推翻元朝。 为了纪念这一功绩, 因而中秋吃月饼的习俗也就传了下来, 特别在东北地区有八月十五杀打子的说法。 散工绩密质